他手里有一幅美女图 但就是不让大王看 黄贵人质问他还要让大王等多久 无奈他只能拿出画卷 而就在这时王后却冲了进来 也像他所要画卷 因为大王一旦看了这幅画 王后的儿子就会死 这是为啥呢 原来大王派两个儿子去民间找一个和尚当大将军 谁能将和尚带回来 谁就有机会成为王储 但王后的儿子老四 却发现了和尚谋反的证据 于是便将他抓了起来 而和尚为了活命 决定答应另一位王子的招募 但他有一个条件 就是让对方干掉老四 于是这个王子写信给母亲黄贵人 让他想办法除掉老四 恰巧高贵人来找黄贵人 说他有王后的把柄 啥把柄呢 就是那幅美女图 黄贵人没想到老四竟然是男儿生女儿性 于是两人商量合力扳倒王后 捎带手还能解决掉老四 黄贵人先是让人伪造老四自杀的假象 并且在现场留下假遗书 说自己犹如王氏危言 然后带着大王去看美女图 但没想到灵王后极力阻拦 于是黄贵人将老四的丑闻合盘托出 并且要大王治灵王后的罪 大王也恼了一把多个花圈 但打开一看 这哪是什么美女图 分明是一只大老虎啊 黄贵人傻眼了 灵王后没扳倒 自己反倒连降三级 从一品贵人变成了四品书员 灵王后表示我并非杀不了你 而是为了保护儿子的秘密 才留你一条命 而灵王后之所以能反败为胜 是因为她之前救过高贵人儿子的命 高贵人迷途之反将实情告诉了灵王后 在调换画卷之后 老四也被救了回来 灵王后将画卷交给老四 让她以后几年盛情 王宫里很多人都知晓她的秘密 但对于老四而言 王宫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囚龙 就连她画中的鸟儿也不能展示高飞 老四活得并不快乐 于是她向母亲辞行 要去寻找自己的人生 灵王后极力挽留 但老四说孩儿总不能 一直躲在您的身后吧 虽然灵王后万般不舍 但最终只说了一句 我的老四长大了 不过老四在离开之后 也会将自己在民间的所见所闻 寄给灵王后 以求母亲安心 至此老四的故事讲完了 而随着老四的离去 王储的竞赛也进入到了三足鼎立之势 进入决赛的分别是 黄桂仁的儿子易胜君 灵王后的儿子老二 荣飞的儿子宝倩君 而灵王后接下来将面临更加猛烈的攻击 她能否笑到最后 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